今天给大家又来分享一个维修中的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 历变器 车软历变器 这种贴壳的 因为这种来说实话也是第一次修 之前修的和这电路不一 所以这次修了又要重新跑电路 有些电路去研究 然后我们首先说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 就是开机之后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最终常是这个小本 就是说没有供电 整个低压就是说这个芯片什么都没有工作 最终查到原因 就这里有个小三级管 坏了 就这个三级管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是怎么找出来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本 我们拿到这个电动板 我们要分析一下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先工作 什么再工作 首先我最开始以为这个是个电源芯片 因为这里有开放密压器 结果查了个资料 这个不是这个电源芯片 大家看一下 122827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它是一个光偶一个双光偶 它这个光偶是用来检测后面电路的 它以这个我们修的无关 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开关管 最巧妙的是什么 它不是用的这种带芯片的这种电源芯片 它是用的一个单独的开关管 这是一个场管 但是我们看这个场管 它的第一角控制了 它是进到这个单片机的 所以说我在维修的时候 就始终在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要单片机工作的话 它就肯定要电 但是电又来源于这个开关电源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开关电源在工作之前 肯定有一个其他的电压 让这个单片机先工作 所以就后来查到什么 查到这边有一个线性纹压电路 首先24伏从这进来 通过这里 我画了两个二级管 一个10伏的纹纹二级管和一个普通的二级管 它应该是找不到这种合适的纹纹二级管了 它这样一接的话 这点大概就是一个10伏左右的电压 然后这是一个线性纹压 当然还有电阻煤画 我画的比较简单 这种图给大家也讲过很多 然后这边大概就是输出一个10伏左右的电压 和这边电压基本相等 有个零点几伏的一个压差 我们可以互联布计 然后通过一个二级管 然后送到这里 有个7805 然后通过7805输出 送到单片机 那么这样的就是它初始工作 它这是一个车上的 就是说我们打开钥匙 点这个ACC 给它供电的话 它就会进入这一步工作 然后这一步工作 单片机工作一下之后 马上就输出这个驱动信号 这个开玩管工作 然后从这边输出电源 其实这个 给大家讲出来并不难的 但是我们没有修过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 我们去跑这个线路 大家可以看 这个线路非常的密 这个元件非常的小 也是花了我不少的时间 花了不少功夫 最终我们就是做到这个脑子里面 有这种图 我们去分析这个电路 必定是这个开玩电源 它是受这个单片机驱动 那么这个单片机之前 肯定有一个启动电压 类似于我们开玩电源的启动电压 只有我们从跑线路 它主要是有这个二线管隔离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封门档跑了 也不好跑 最后通过这个 就是这个三级管 这里输出一个电压 然后直接到这个7812 7805 从这里输出5V 这个单片机工作一下 再就从这个开玩电源 这里 再到这里 这边就是开玩电源 过来我画了一个图 然后这个三级管坏的 这个三级管我还找到了 刚才在这里 我给大家可以量一下 这是一个551的三级管 形象是551 它并不是短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NPN的三级管 我们测一下 首先测它的机机和 机电机 看到没有 是有二级管特性的 然后我们测它的机机和发射机 看到没有 它是开路状态 像这种问题就不好找 必须要懂这个电路的原理 我们测这个电压 最终这个机机是有电压 机电机输入有电压 而且这个机机的电压 它比机电机的电压 是低一点的 那么这个发射机没有输出电压 然后我开始以为是 这个发射机后面的 这个负载有短路 测了一下 没有短路 最后就断定是这个三级管 它这个机机和发射机之间是开路的 这个三级管是开路性的故障 最后就换了三级管 现在就正常了 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主要是看这个7805 这里有个5V输出 它可以单便机输出5V了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小本就能正常工作了 我们现在把小本 装到这个机器上面 来给大家试着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本装上去了 然后电脑也接好了 我们直接测这个交流输出 它这个需要一个电压器启动 就是ACC 好我们可以看有输出了 212V 那么这个电压器就修好了 虽然这个原件只坏了这么一个小的 但是也花了我不少时间 因为这种不熟悉的东西 你去跑电路 它会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我拍这个视频的目的 也不光是可以分享给大家 而且是给我留一个底子在这里 我传到这个网上 到时候我再修了这种的话 我肯定反过来看一下 这个维修的过程 可能会对我也是一个提醒的作用 一个参考作用 好那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